外资热钱持续有路 台股在今天有没有机会拉个尾盘 因为十点钟过后我们看到卖压有一些的出笼 这个丙种资金的关账压力会在今天来卖股票吗 我们怎么样提前来做因应跟掌握 其实确实过去往年大概都是这个时间点 就是所谓的丙种资金真的就是这样 不过这也蛮有趣的 其实道理讲丙种应该是有点灰色空间 但是市场上大家都会一直聊这个话题 不过其实当然我们在业绩的经验 确实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 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聊一聊 既然讲到这个话题 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丙种的金主 其实通常他们会有什么股票 因为其实当然丙种就是杠杆 这中间当然比较积极型的投资人 就是借由丙种金主的杠杆去做操作 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去思考一件事情 这些丙种的金主 他不是说钱丢给你让你去乱玩 所以通常他们会有一些设限 譬如说这个什么股票 大概可能赃速多少资本额多少 所以这种真的又会开杠杆的人 通常他还是得去买一些 真的是比较大型的股票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 你说丙种的结档的卖压 其实我认为反而会是 外资回头去承接的一个好的时机点 简单讲因为他们的冲跌性 应该是相对高的 譬如说我觉得像 比如说广达伟创 甚至像技嘉 这种比较有量 而且有知名度 而且有流动性 像这种的股票 其实比较容易 是这个丙种结账的卖压的来源 但是其实今天来看的话 我们回过头来看 就是今天的技嘉 我不知道宇山记不记得 其实在前面几天 大概在1月22号涨停 20号涨停完 后面几天我们说 其实可以顺势的做一个调节 因为300块不过 但是其实拉回 刚好我们有个同学 就跟我在讲说 他有技嘉 他说 老师你看那个上面 没有听你的 没有卖 结果1月26号就拉回了 但是拉回完 你看1月29号 就昨天 昨天又忽然一根长红 又吃掉那根黑黑 但是当然 你说如果高档有调节的话 你说低档 跌下来那天低点来到283 那高档其实我们可以卖到29多 可能一张又差个1万块 但是今天那时候我们给大家策略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在高档调节 第一个你可以选择低档再回补 有价差你回补 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 占上300块 再去买回来 那今天就占上300块 所以大家看 今天早上开盘开302 低档回测到299 随机就占回到300块之上 那你今天是不是买点 如果以我们之前给大家的策略 其实今天这个占回300块 就是一个买点 那当然你说1月26号甚至27号 其实都有在低档28几 可以再买的机会 这是一个选择 所以简单讲 像这种股票 然后如果外资又是有事实的回补 因为其实你看像今天 包含像广达伟创 表现都不错 但是你说广达伟创 甚至技嘉 在过去几天 其实外资都有在高档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但是今天又顺势又再往上拉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今天盘后观察的就是说 以这种走势来看的话 是不是外资又回头再去敲这个 老AI相关的族群 我觉得如果是的话 那今年的AI 我觉得这个主轴本来就不变 我们本来就是 也是预期这个主轴 所以如果外资在这边 晚上确实证明 就是外资在回补的话 那我觉得顺势的去化解一个所谓的品种的卖压 我觉得也是有这个机会的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来看 其实像包含像那个 像M31 今天也是持续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这一段时间 其实他真的就是屡创新高了 然后整个的量能的成长 其实也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格局 所以客观来讲 像IP族群确实他们的 整个未来的展望也好 或者是整个股价的 技术面的走势也好 我觉得表现都还不错 那当然包含我们追踪好几天的 应该追踪一个礼拜 上礼拜一我们就有开始在追踪了 这个神盾 神盾今天还是大涨 再继续涨个5% 那当然过去我们跟大家讲 神盾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技术面 短期均线 有没有守住 那当然这几年都是守住的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筹码面就是注意外资跟融资 外资昨天是调节卖了461张 但是融资昨天的差额又再度大买了1223张 所以简单讲 这个筹码面仍然是维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格局 正面的格局 但是你看昨天的状况也是融券算是也大幅的进来了 800多张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似乎嘎空好像还没完 嘎空好像还没完 这个地方我觉得从抽码面的角度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这个状况 那当然 这个如果那时候我们在追踪在推荐的时候 大家有进来买的话 其实坦白讲 你的获利其实都已经拉开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 当然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 你要注意的 第一个可能是爆量 但是以今天的状况看起来似乎也还好 也没有所谓的爆量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股票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注意一下 但是我觉得主观来看 我会觉得年前 可能会有一个调节的机会 因为毕竟这种股票 涨这么多了 你要报股过年 坦白讲一般人可能也会 可能也会睡不太早 所以没关系 我们就回到比较轻松一点的操作的思维 就是说 真的年前这一段有赚到了 那适时的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那其他的部分 今天的信滑也非常强 今天信滑忽然看起来又是拉了一个涨停板 那这个快要涨停板 这个地方目前最高也是有涨停 目前是9.09% 所以信滑在这一块 当然你说这种那个叫什么 BNC的晶片 就是伺服器管理晶片 伺服器管理晶片的部分 他又持续在表态 那是不是代表伺服器这个题材 其实也还没完 那当中当然你说包含那个微影 6669的微影 现在也是在前高附近 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那这个地方 之前也是创了整个历史新高 甚至外资仍然是持续站在买房 所以看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也符合我觉得今年AI 仍然持续会是主轴 主要题材的这个一个看法 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建议大家 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 这个族群到底表现如何 那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就稍微比较散了一点 那当然延伸下来的也包含 像什么 像今天的散热族群 散热族群 其实昨天晚上我在看筹码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的是那个见准 见准 但是没想到 旗红真的就是很强 一支独秀 直接就直接拉到涨停 完全不给面子 创高之后就拉出去了 但是你看 今天从这个见准带头 当然整个族群是非常强势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从这边延伸过来的 我们也会注意到 像那个什么 2383的这个台光店 因为其实过往 如果那个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过去 去年的那一段 包含台光店 包含旗宏 他们都是涨了一大段 那时候我们说要注意的是什么 投信的筹码 因为他们大概差不多的状况 就是投信的持股 都来到大概将近两层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 到了12月左右的时候 其实整个投信的筹码 是一个大幅的下降 但是后来进到1月的时候 反而投信开始回头买 甚至外资也加入战局 那他们就顺势的 在持续的创一个新高 所以简单来讲 在这种的格局下面来看的话 好像资金回流到所谓 AI相关的零组件的族群 我觉得这个趋势 倒是还蛮明显的 所以这些 当然涨多的 我会建议 在年前可以适时的做一个调节 但是你说像这种 我觉得延续性的产业的题材 是不是可以持股续报 我个人倒是觉得 我会比较倾向 那个表现不错的个股 产业有符合我们展望的个股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续报的 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如果我们从散热族群延伸来看 我们怎么从这个股王齐宏的涨停 去找相关的扩散效应 像是万赛 它是不是被遗忘的散热股 我们可以从齐宏里面去找便宜的散热股 像是万赛或是立志 圆山等等 这个部分我就会觉得 比较稍微有点尴尬 客观讲的是这样 因为他们的表现 我觉得整个格局 就是第一个 他们的营收的状况 其实并没有特别好 以圆山 甚至包含像泰塑 甚至包含像血洗 其实这种小型的散热相关的个股 我觉得其实业绩的表现并没有特别好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状况 那其中为什么齐宏这么强 因为齐宏真的从去年 大概基本上从二月以来 是月月增的一个状况 所以确实它的营收 是维持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你说包含建策 市场上很多传闻也是说 他们的技术水准其实是不错的 所以客观讲 我觉得如果要做散热的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 市场上比较知名的公司 我觉得像西红 建策 双红 甚至励志 我觉得他们在 第一个股价的表现上面 看起来我觉得相对的是比较平稳 然后再来在营收上面 其实衰退 然后当然你不是说每个大家的营收都是大幅的上涨 其实很多其实营收并没有很明显很亮眼的表现 但是以整个走势来看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大优于小 所以这个地方我倒是会比较建议 还是往比较大的这个散热族群去做靠拢 我觉得会比较好 小型股今天感觉上大盘的资金没有涨到 反倒是中小型股也是有在标 像今天台积电稍微休息 是不是也把资金让给了低价股 那像是IT通路的亚细 琴亚上利 还有AIP像是化讯跟林生 还有设备族群像是卫华科跟智盛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从这些低价的标股的轮动 来掌握SOP 这个其实到了此时此刻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来到礼拜二了 讲实在话 扣掉今天的话 剩下四个交易日 这个地方真的要去追寻标股的话 我会比较 会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快进快出 甚至你是不是当冲冲掉就好了 这个我会觉得现在的建议 我比较倾向是这样 那当然像包含宇山刚刚提到的 3055的魏华科 今天还是涨停 真的就是抢 真的还是很强 那他的这一个 当然你说要掌握他 怎么去注意 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注意到 在那个1月23号 他这一天 涨停之后 隔天仍然是维持在 稍微回撤一下 稍微回撤一下平盘之后 然后又持续维持一个强势的上涨 当然涨的不算很多 但是跟某些人比 人都算很多 这样5%多 但后面几天我们会发觉 后面四天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横盘的格局 然后到了昨天 靠近五日线之后 好像又有点要突破的感觉 然后今天开盘是开在五日线之下 然后拉上五日线之后 就直接拉一个涨停板 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短线的话 我们会建议什么 就是五日线 十日线 这个就是短线的标股的 通常短线标股 通常我们又会更在意 所谓的五日线 所以像魏华科 就是符合一个短线标股的格局 这个地方走势就是这样 没有问题 那当然讲到短线标股 你说像包含像那个 那个6462的神盾 这个我们也是追踪完 那个时候大家有印象就是说 其实中间有停牌 停牌完马上锁一根涨停 那根涨停1月16号 那根涨停的价位是162.5 那后面其实126.5都没有 都没有破 都没有破 甚至连回撤也没有撤到 甚至最低回撤到165.5 然后在那个1月22号那一天 但是你看 这一段时间等于是 到了那个1月22号 跌破五日线之后 隔天暂回 马上又再拉一波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 1月22号那一天 礼拜一去推荐说 我觉得神盾是可以注意的 因为这个地方你看 他回撤 那个我们刚讲的涨停的价位 162.5 没有撤到 然后再来又站回到 五日线之上 所以像这一种 就是典型的 所谓的短线标股的格局 所以在操作上面 像这一个 这种的做法 我觉得倒是没有问题 那其实以 以刚想 那个魏华科 我们再举个例子 好像近期也涨很多的 像那个8027的 这一个叫 那个泰森 拳王泰森 有没有 真的很强 我看很小 他从那个 那个叫什么 哪里 1月2号 起涨以来 大家回头看 你就会发觉 其实真的 就是靠着五日线 一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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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那个叫什么 短线标股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那这种时间点 那当然 可能你说到真的找到一个忽然又刚起涨的个股 可能不容易 但是有没有可能涨到一半 靠近五日线 最后三天再拉一下行情 也有可能 因为说不定 那个有些阻力 也是拉一下 多赚一点 赚个红包 好过年 对不对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当然也可以 可以来问我 就是说 这种个股 到底适不适合 可不可以做短线操作 因为其中 我们会发觉 所以我们再举回到 那个3055的魏华科的例子好了 好像魏华科 这几天 你看他 其实外资 他是连卖了四天 连卖了四天 那卖的量呢 以他的格局来讲的话 好像也 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就是大概600多张 600到1000张附近 大概是这个range左右 那整体来看的话 外资在卖 甚至自营商也连卖两天 但是股价还这么强 为什么 这时候大家就要注意 回头要注意 那个所谓的融资 融资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融资又持续再买300多张 那融资现在的位阶 其实是来到了 融资 张数是来到 9895张 那其中 你包含融券也持续的进来 所以看起来这种状况 就还是有所谓内置阻力 在操作的一个痕迹 所以客观来讲 这些的个股 我觉得实物上的操作 你就可以从 特别要注意融资的 整个表现的状况 这个大概是经验上 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看到今天这个金像店 也是创一个波段高 现在市场就预估说 这个PCB的产值 有机会是年成长6% 那有哪些个股 也有机会雨露均沾 其实像讲到金像店 确实 昨天我在看筹码的时候 确实也有注意到 其实金像店这个位阶 我觉得其实表现是不错 你说它有很高吗 坦白讲 我觉得以这个基数面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好 客观讲是还好 所以等于是 是不是说有机会是刚起档的位置 我觉得倒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刚刚我们有带到 所谓的那个台光店 就CCL的部分 所以说这一块 我觉得是有点机会 有点机会 但是近期你说 外资也有在买什么 ABF的族群 不过客观讲 我对于ABF这个族群 我还是觉得相对比较保守 所以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顺便带一下好了 因为ABF的状况 过去大家说ABF三雄 但是客观讲 我们讲说 那个ABF的这个怎么讲 进入障碍 其实没有这么的困难 没有这么的困难 所以ABF近几年 应该说未来几年 可能会有出现 所谓的功过于求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一块 我对ABF是比较 稍微比较担心的 那当然你说像台光店 CCL的部分 因为CCL在那个 AI伺服器的部分 是有整个升级的需求 那甚至 他们的业绩 好像也默默的也起来 也维持在一个高档的位置 甚至近期投信外资 有持续来买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相对是有前景的 倒是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在选股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可以注意什么 譬如说往那个 所谓的伺服器相关的应用上面 会比较多的 这种PCB的族群 我觉得会好一点 因为像ABF 主要的还是有应用在 它载版 ABF载版 那载版其实还是比较应用在 那个所谓的晶圆的部分 那这一块 我觉得就可以注意了 因为在晶圆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倒认为 其实当延伸过来 我会觉得 可以注意 那个叫什么 封测的族群 我觉得封测族群 其实在 所谓的cohorts 或者是什么Fanout 一大堆有的没的 这些去累 这些的背景之下 其实我个人认为 封测族群 其实未来在受惠的可能性 还是蛮高的 而且封测族群 其实他们有个特性 就是说 其实也算是相对稳健的个股 稳健的族群 他们其实也很多 都是 而且他们可能都有一定的资本 资本额 所以很多都是投信的爱股 投信像什么奇邦 甚至像星权 当然月光这种大型的 就更不用讲 这些基本上就是 我们所谓的 高股息的ETF的常客 所以月光 历程 金元电 这些其实我觉得 从筹码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筹码也都还不错 然后当然你说 他的表现会固然很喷 这就不一定 但是你看从中间 比较中小型的 比如说像那个 3265的台新科 台新科我觉得 当然他有 弹马锡投资的背景 所以你说 其实你说新加坡 有没有机会 去发展一些 所谓的半导体相关的行业 看起来也是有 因为其实新加坡 也有很多电子产业 所以这一块 我觉得也可以注意 因为台新科在近期 这一波 其实也涨蛮多的 但是你涨这么多之后 坦白讲我们也看 那个外资 其实是持续买进 然后投信也没有退潮 所以看起来筹码 还是维持一个 相对强势的格局 所以这个点 点上面 除了从产业的角度 我觉得也可以从筹码 去做一个思考 我们也看起来筹码 所以我们也看起来筹码 我们也看起来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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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合成